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以后 曾义来到了副市长杨明新的办公室 杨明新很是高兴 他陪着曾义品了口茶 随口问道 刚参加完创委班的会议吧 曾义点了点头 接着就说 有件事要跟杨班长商量 杨明新就说道 哎呀 什么商量不商量的 有事你尽管说就是了 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 曾义就说 前两天专家团去考察高兴区 在简达精密制造公司门口却被挡了路 这件事杨班长应该知道吧 杨明新点了点头 嗯 这事我知道 这件事让专家们的观感很不好 我们肯定要对专家团有一个合理的交代 根据我的了解 简达制造公司半年前新上了一条喷汇生产线 而河盛小区居民所反映的空气污染事实 很可能便跟这条喷汇生产线有关 曾义一边说着一边看着杨明新 又说道 杨班长主管企业工作 又分管环保局 不知道对这件事怎么看呀 杨明新就知道了曾义的来意 他伸手想去拿烟盒 手伸到一半又抽了回来 然后把两手捧在小腹上 不瞒曾老弟啊 这件事看起来简单 但处理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啊 曾义看着杨明新 哦 这里还有什么说法吗 杨明新点了点头 简达精密制造公司 是市里引来的重要外资投资项目 所有的手续当初都是吴副市长过问的 我虽说分管这环保工作 可这环保工作 那也要为全市的经济大局服务不是 曾义就明白杨明新的意思了 吴副市长便是被杨明新 整了黑材料的那位常务副市长 跟市委书记赵真吉走得非常近 看来杨明新到现在都不忘记 常务副市长这个位置啊 趁着简达公司这件事 都要提一提姓吴的不是 可惜啊 杨明新也是高估了曾义的能力 曾义真要能随随便便 就搬倒一位常务副市长 他是早就把旁东海给搬倒了 曾义看着杨明新问道 那这件事要去找吴副市长处理吗 杨明新略有尴尬笑着一摆手 那倒不必 老班长我在中华市还是有一些微信的 回头呢 我去找简达制造公司的人谈一谈 让他们拿出个整改措施来 相信他们还是会卖我这个面子的 曾义又说 事关事理的创委大师 相信吴副市长会理解的 杨班长要是不方便的话 还是由市创委办来出面协调吧 不必不必 这点小事我来处理就是了 我不支持曾老弟的创委工作 谁来支持啊 杨明新很自信的把这件事揽了下来 他知道曾义背景通天 可不想在曾义面前留下自己能力不足 魄力不够的印象 他点出吴副市长 不过是想让曾义知道 这件事不好处理 如此不好处理的也办好了 方能显出自己的能力和威信嘛 曾义今天来找杨明新 也就是要弄清楚 简达公司的背后都有谁 免得自己因为搞不清楚状况 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现在已经基本弄清楚了 简达公司是吴副市长引来的项目 至于杨明新要去找简达公司谈话 曾义也不反对 让杨明新试探一下也好 自己也能进一步摸清鼓浪 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曾义笑了笑 冲杨明新举了举杯子 杨满壤对于创委 本来就很支持嘛 杨明新爽声一笑 端起杯子品茶 心里却有着另外的主意 去找简达公司谈整改的这件事 真是一举两得 谈成了增加自己的威信 对曾义有个交代 谈不成也正好给姓吴的 埋颗钉子 现在创委是市里的头等大师 张伟正主抓 曾义协助 那姓吴的 要是维护简达制造公司 那就等着挨收拾吧 怕是不用张伟正出手 增议这混是魔王 就能把姓吴的搞臭 杨明新心里 倒是更愿意简达公司 不要给自己这个面子 而此时的京城 李德群已经到了丘卷 在楼下 问过邱老的警卫参谋 李德群便抬脚上了二楼 轻手轻脚地 推开了书房的门 邱老坐在阳台的沙发上 盖着一张毯子 身子卷得很深 双目紧闭 侧头靠在沙发背上 完全没有平时的气势 现在的丘老 更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 一位孤独至极的老人 李德群轻轻走过去 伸手帮丘老提了提毯子 这一动 丘老就醒了 睁开眼看了一下 小李 你来了 李德群应了一声 帮邱老盖好毯子 邱老可是很多年 都没有喊过自己小李了 尤其是在自己主政一方以后 邱老就再没喊过自己小李 现在又喊自己小李 李德群知道 邱老是过于伤心了 李德群就劝了一句 老首长 您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呀 邱老动了动 身子稍微直了一些 可神情依旧那么孤独 坐在沙发里凝滞凉酒 这才说 大军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李德群点点头 昨天邱老打过电话以后 他就跟邱建廷联系过了 这才得知邱大军被医院建议切除高丸的事 邱老只有一子一女 却一死一失踪 成了一个无后的局面 邱大军过忌到这边 邱老虽然看不惯邱大军平时的所作所为 但他的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不管怎么说 自己都是有了后人 谁知道 现在邱大军又得了这种怪病 邱老这么大的年纪 再次面临无后的境遇 这让他的心里得有多么难过呀 李德群就说 这情况还不至于坏到那个地步 要不我请邱一过来再给看看 李德群看到邱老如此的状况 也就顾不上什么别的了 邱老却摆了摆手 曾毅已经看过了 晚了 李德群有些意外 不知道曾毅是什么时候去给邱大军看病的 前两天自己还见过他呀 李德群再次劝慰道 现在医学如此发达 不管是什么病 总会有办法医治的 我看可以让医院方面 联系一些国外的专家过来一起挥诊 李德群也知道这很可能是徒劳的 可现在也只能这样劝慰着说 就听邱老长长的一声叹息 然后说道 我有些心烦 你陪我出去走走 说着邱老就要站起来 谁知一使劲 身子起了一半 却又重重的跌回到了沙发里 李德群大惊啊 赶紧伸手去福 自己上次来京城 邱老还见不如飞 起居自如呢 这才短短几天呢 邱老竟然连站都变得如此困难了 可见这次的事情 对邱老的打击有多大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邱老却竖起眉毛 喝了一声 不要你服 他再次双手按着沙发扶手 缓缓地要站起来 看得出他非常吃力 仿佛有一股子力量 要把他重新拉回到沙发上去 李德群不敢上前去服 只能紧张地站在一旁 随时观察着 随时准备着过去搀扶 邱老终于站起了身 他重重地喘了口气 以往那总是挺得笔直的腰板 今天似乎也难以直起 整个人矮了一截 也苍老了许多 李德群看到这种情况 心里很是焦急不忍 却不知道自己能劝说些什么 先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 再面临着没有后人的结局 这其中的悲痛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 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劝好的 邱老拾起这沙发旁的拐杖 慢慢地往前走去 李德群小心地紧紧地跟在后面 下楼的时候 邱老的每一步都很费力 每一级台阶 他都一停 一顿 李德群紧张地跟在一旁 警卫参谋站在楼下 也是紧张不已 可又不敢上前去扶 走下最后一级台阶 邱老站在那里歇息片刻 然后又往门外走去 警卫参谋紧跟其后 邱老这个样子实在是叫人放心不下呀 一只脚迈出门 邱老却站住身子 吩咐道 小李陪我走走就行了 警卫参谋只能站住脚 然后跟李德群交换了一个眼色 示意李德群千万要小心 要是邱老有什么情况 就立刻通知自己知道 出了门 邱老左右看了看 然后往左边缓慢地走去 李德群一步一驱 紧紧跟在邱老身后两步远的地方 警卫参谋没敢跟上去 就站在门口看着邱老缓缓离去 同时也是一脸的担忧 邱老今天走路的速度 可比平时慢了好多倍呀 平时不到十分钟的路 邱老今天却走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最后来到了上次 跟谢老单独聊天的那座梁亭 邱老顿了顿脚 到那边歇歇吧 拄着拐杖就往梁亭慢慢走去 李德群跟在后面进了梁亭 等邱老站稳身子 就脱下身上的外套 铺在一张石凳上 老首长 石凳梁啊 邱老有些动容 点了点头便坐在了上面 等放下拐杖 又说道 你也坐吧 李德群就坐在了另外一边的石凳上 邱老不开口 他也不主动去找话题 这个时候 李德群实在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或许邱老就是想找人陪一陪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以前也有 家里能陪邱老说话的人太少了 坐在梁亭里 邱老看着梁亭外的风景 许久没有讲话 大概有十几分钟 李德群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老首长啊 这里风大 邱老却微微一声叹息问道 小李啊 你跟着我有多少年了 李德群一愣 不知道邱老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有三十多年了 邱老抬起头 似乎是在回忆 然后叹息着说道 三十多年了 时间过得好快呀 李德群赶紧就说 我刚在您身边的时候 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呢 如今我也老了 邱老就说 我记得 剑月比你还小几岁呢 李德群点了点头 却没再接话往下说 他想转移话题 邱老已经很多年 都没有提起过邱剑月了 现在邱大军出了这个情况 邱老又想起了 自己的亲生儿子邱剑月 这说明邱老很伤心 但这个时候 思念儿子 岂不是悲上加悲吗 这心情和身体 又怎能好得了呢 李德群就说道 剑月和剑月和建廷是同岁的 他是要告诉邱老 虽然剑月不在了 可建廷也算是邱老的半个儿子 这些年 邱建廷对邱老是恭敬 有加 他一点不比亲生儿子差呀 邱老此时侧过脸 看着李德群 这些年 我带你如何 李德群一听这个问题 心里有些惶恐 赶紧站起身来 老首长带我 就如带自己的儿女一般 在我心里 也是把老首长当做自己的长辈呀 李德群说这话的时候十分诚恳 他没有说谎 邱老带他 确实像带儿女一般 特别是在邱建月离开之后 邱老对李德群更是亲切 有很多不能对邱建廷说的话 对李德群却都能讲 可见对自己信任之深 李德群出身很平凡 几乎没有任何的背景 能够走上今天的高位 全赖邱老大力栽培支持 在李德群的心中 邱老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 邱老在李德群脸上扫了一遍 你坐下说话吧 然后又转过脸去 李德群这才做了下去 可是心里依旧忐忑不安 邱老刚才的问题太奇怪了 这么多年了 邱老从来没问过这样的问题呀 这让李德群总是有些不安 这种不安来自 对邱老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担忧 邱老又问道 要是僭越的小孩能活到现在 该有多大了 李德群可就不是不安了 而是心惊肉跳 看来邱老这次所述的打击 实在是太大了 竟然老是问已经不在世的人 李德群很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说多了 只会让邱老更伤心 他沉思片刻 这才说的 应该和大军差不多吧 李德群只好把话题 又往邱大军这里转移 至少邱大军没有生命危险 是活生生的 这总比邱老提起不在世的人要好吧 邱老再次侧过脸来 看着李德群 凝制了很久 然后一字一句的说道 如果我告诉你 僭越的那个孩子 有可能还活着 李德群啊的一声 失声惊叫起来 然后按着石桌就站起身来 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惊了 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这种感觉以后 又是深深的担忧 他觉得邱老已经在说胡话了 李德群赶紧说 老首长 这里风大 我们还是回去吧 他觉得邱老精神状态 已经差到了极点 而此时 邱老的虎目突然金光迸射 直视着李德群的眼睛 回答我的问题 我还没老糊涂呢 李德群此时突然出现一种错觉 刚才明明悲痛到极点的邱老 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七日的状态 依旧是那么睿智而敏锐 依旧是那么气势十足 邱老的目光 让李德群无法回避 更没办法躲避 他在那里紧张思索之后 这才说 如果建月的孩子还在 那肯定是好事 可也可能不太好 李德群不得不回答 他的这个回答 也只是基于假设而进行的 因为邱建月的孩子 不可能存在 即便真的存在 那此时才找到 这对于邱老来说 肯定是好事 但对于邱家来讲 却未必是好事啊 听了这话 邱老的目光 不再那么凌厉 你很诚实 不管其他 你只讲你自己 李德群稍微从容了一些 哇 我当然是非常高兴 更替老首长感到高兴啊 这样 老首长晚年 必定是 还没等李德群说完 邱老就打断他 这个孩子 就是增益 啊 李德群完全愣在了那里 他的感觉已经超过了惊讶 就像是晴天突然响了一声雷 叫人猝不及防 毫无应对 自己本以为 邱老是因为悲伤过度 才想起了邱建月 谁知邱老却提起了邱建月的孩子 本以为邱老是因为吴后 才有了这种假设 谁知邱老又抛出来一个增益 这叫人根本无所适从啊 老首长 这 这 李德群实在是无法接受邱老今天的话 他以为邱老是因为打击过大 开始胡思乱想了 增益的年龄 是跟大军差不多 可他姓曾啊 邱老直视着李德群 那你告诉我 当年邱建月的孩子 哪里去了 李德群很想辩驳一句 在当年那个情况下 根本没有人敢收留邱建月的孩子 那个孩子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可话到嘴边 李德群又说道 当年是我亲自负责去找建月的孩子 我相信那个孩子是被老改农场的厂医 吃道士给抱走了 可我们找了很多年 也没有吃道士的消息啊 邱老就说道 曾义的爷爷曾文府 便是吃道士 李德群十分吃惊 就连自己都不知道 曾义的爷爷叫什么 为何邱老能够知道呢 难道邱老不是在胡思乱想 而是真有其事 老 老所长 李德群突然激动起来 以至于想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他 说话都有些颤抖了 他看着邱老说 你 你 你不是因为思念建月才这样说的 那个孩子真的是被吃道士抱走的 李德群确实很激动 当年他为了找到邱建月的孩子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最后都因为邱建月的死而断了线索 为了安慰邱老 也为了给邱老一个念想 他才信誓旦旦的说 那孩子可能是被神秘失踪的吃道士抱走了 邱老点了点头 邱老 李德群 又坐了下去 然后拉住邱老的一只手 半天讲不出话来 邱老这么多年心里是多么孤苦 李德群可是非常清楚的 就听邱老说道 我龙马一生 杀人无数 丧子丧女 我都认了 那是我的报应 可要让我无后 我怎么都不甘心 邱老的虎目中 突然冒出浓浓的一股杀气 这是要跟老天爷较量一番的气势 李德群连连点头 眼睛里蒙上一层水雾 如果曾义真是邱老的孙子 那可真是为邱老感到高兴啊 他老人家这一辈子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邱老又伸出手 在李德群的手背上拍了拍 这事对于有些人来说 并不是好事 德群啊 我也只能相信你了 李德群点着头 老首长您放心 我是您永远可以信任的那个小李 邱老又补充道 这件事只有你 我 还有谢老知晓 李德群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这件事只有三个人知道 而谢老已经去世 如果消息外泄 那肯定就是他李德群泄露的 李德群就说 我绝不会辜负老首长的信任 邱老微微点了点头 虎目中的金光 乱然收敛 然后身子微微一缩 又恢复到 那个悲伤至极的状态了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